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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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曲 李宗盛 這次其實我覺得 在台中的這個演出 有很多的重頭戲 台中其實 應該說是很久 沒有去台中 好像很久沒有去台中 做任何演出了吧 真的有很多年了 雖然大家都聽過這些歌了 比如找自己啊等等的 可是我想做一些跟進吧 因為這些歌畢竟也都十幾年了嘛 所以想要讓它可以 有一些新的一些聲音 然後新的一些編曲 我的重頭的嘉賓不只是只有一個 有五個 他們之前加起來 的公斤數 可能只有三百五 十公斤 現在好像 據說超過五百公斤了 但是其實這個開玩笑之外 其實我這次真的非常的興奮 因為可以再次的 可以同台 跟我親愛的 TENSION 所以我覺得是一個 又興奮 又有點緊張 的一個感覺 我這次非常的期待 再次在台中 跟TENSION同台 而且我們要唱 我們之前 大家都很喜歡的一首歌 H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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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大家好 我是TENSION的Raymond 那其實 2015年會有發那個個人的專輯 然後那個時候 對會哥又來 幫我站台 真的很感動 大家好 我是Brian 好久不見 我好像十年還沒來台灣 所以 就是很很興奮可以來這邊 跟你們見面 還可以在台灣吃很多東西 我跟Brian差不多一樣 就差不多十年 沒回來 然後 就 跟大家一起 我們六個人 這個是一個很難得的機會 所以我覺得 這次是一個 很特別的一個表演 我們幾乎五個人 六個人在一起 幾乎有十幾年 十四年 沒有這樣做 坐下來這樣聊天 做訪問 所以很高興 然後我跟Brian是相反的 我是很愛台灣菜 可是這次來 沒辦法吃太多台灣菜 因為好像那個 No you lie 多一百五十公斤 這個人一直說 啊我不能吃 我不能吃 但是吃最多的還是他 都來 我其實跟Raymond都在台灣 所以其實可能 我的 我可能就是跟大家也偶爾會見面 然後跟David 我們上次好像是在那個 David演唱會 我們也有去看了 非常非常精彩 非常精彩 Yeah maybe you come in with all of us Yeah I'll come in Oh day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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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st you Hoo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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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應該要說到前幾年吧 前幾年前其實我就有跟Andy 可能稍微有聊過 Andy就有說其實他一直很懷念Tension 然後一直很想要有一個同框 要有一個Reunion 然後可以再大家一起回來做一些什麼 那那個什麼是什麼我們真的不知道 對 所以我們就一直有這個想法 在個游泳池那邊 我就不知道為什麼我就突然 就是 有點那種太陽陽光的感覺 我就突然想到Tension男孩 就是Tension 穿了我的泳衣 所以你的泳褲是三角色 你是關心這個 我是Mankini 那什麼叫Mankini嗎 我知道 男生穿的比基尼 是這樣子下來的 然後這邊是這樣尖的 像那個日本的那個 然後我就突然想說 欸這種陽光的這種感覺 是不是可以再找回來 要特別感謝Jimmy 幫他們安排了一個 一個惡魔 訓練營 就是說 一回來之後 然後你們也不要跟我睡覺 每天就來David的錄音室 然後跟我練唱 然後把新歌做出來 新歌做出來之後 你們每個人吃東西也要特別注意 除了Andy之外 對 他們從應該從下飛機到現在 可能就一個禮拜十天 他們應該每天都是被操到三點鐘 這個要感謝我們的這個室官長 Jimmy 對啊 你唱這 W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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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擔心什麼 我覺得應該也沒有說最擔心什麼 就是所有東西都會擔心 我最擔心上鏡頭的時候是 加十倍 這個不只你擔心 大家都很擔心 因為其實我們很久沒有同台唱歌 所以這個對我來說 是一個非常非常興奮的一個感覺 但是呢你知道就是 跟師父一起唱歌也有一個 有一個壓力的 但是我們最近一直在練啦 所以應該是應該是OK的 對 那只是 呃 我們也是很久沒有在台灣公開的表演 所以這個對我來說也是一個 可以回歸歌迷的一個小小的一個 機會 對 希望新年一年有新作品嘛 然後有很多新歌給大家聽 呃 那我對於Tension來講 我覺得這次其實是個很特別的一個 一個聚會 我這樣說好了 但我們當然也有在聊 就是說那明年 Tension也好 那我跟Tension也好 是不是Tension 在18年也會有一些新作品 或有一些新的動作 這個部分其實我自己也有一些期許 所以如果說 你們可以繼續的 不要放棄音樂 然後不一定要像以前 出專輯那樣子的規格 但是如果你們可以繼續做音樂 給喜歡你們的人的話 我相信你會帶給他們很多快樂 他們也會給你們很多的正能量 所以大家一起加油